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点一丁小厨房 今天我们来做土豆浓汤 我们来看一下食材 土豆 芹菜 孔模 洋葱 蒜 黄油 鲜奶 盐 黑胡椒 玉米粒 高汤 我们先来把土豆切成小块 这样方便煮软 现在我们把火打开 然后煮土豆煮软为止 然后把洋葱切碎 蒜切末了 口膜切碎 我今天之所以做这道汤 前两天我那个美食群里有位妈妈跟我说 她家孩子不喜欢吃蔬菜 我说我们幼儿园那个厨师经常给孩子们做各种蔬菜汤 然后孩子们也喜欢喝 然后老师们也喜欢喝 把芹菜切成小块 我们幼儿园这个厨师是个法国人 之前一直在咖啡厅工作 我跟她学了几道比较简单的西餐 以后慢慢的来分享给大家 煮好的土豆 我们放到打水鸡里面 然后放一些芹菜 让芹菜放里面很提味的 煮土豆的水我们不要都倒掉 然后我们放牛奶一边 然后这时候我们开火 把黄油放进去 要开小火 因为黄油很容易会糊掉 然后这时候我们浮下洋葱 蒜爆香 有香味儿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打好的土豆泥 土豆糊倒进去 然后我们下适当的高汤 这个西酱自己掌握 我这个高汤是昨天下午特意熬的 用鸡腿和排骨熬的 所以说我这个不光是营养和口味上 外面浓缩的高汤都没办法比 然后所有的食材 我们这时候都可以下进去 如果你是给低龄的小宝宝喝啊 这个所有的食材都可以放到 搅拌机里面打碎 因为我们家没有低龄的小宝宝 我喜欢喝这种有口感的 所以我没有打得特别碎 熬制过程中也要勤搅拌 然后以防火糊底 加盐 我不要加太多 因为我之前的这个高汤里面 已经有鲜蛋 然后黑胡椒 再熬一会就可以了 因为所有的食材都是熟的 熬一会了 我们就可以装盘了 这时候如果你有奶酪的话 可以下一些奶酪进去 我家没有 所以就省略了这一步 我家没有用 所以我用这个代替也没问题 OK 好了 我们的法式浓汤就做好了 我不知道这个做法正宗还是不正宗 但是很好喝很健康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点赞加订阅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